好,我们上一回讲到使用这个修改的这个功能 来用旋转,旋转这个画面 那其实它威力导演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做旋转 那就是植母,而不是特效工坊 特效工坊在第二颗,第二颗按钮 特效工坊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 还是一样我们按这个小箭头 把它全部打开,类似这个档案中管 我们在视觉这个里面,请你看一下视觉 在视觉这个选项之中 好,请你点一下,这样比较好找啦 它就只单独秀出跟视觉有关的 这里面只有26个 好,往下拉 大概在从后面数过来的 来,看到没,这里有旋转画面 好,旋转画面 好,你把它就跟其他的那个视觉特效一样 你把它拖曳下来 放开 你看这里出现一个特别的符号 这个图示就代表目前有加特殊效果 好,那这个时候你再看预览创客 它就旋转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过来 点一下这个物件 你看,现在在预览创客这边 你看,它就已经旋转过来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 好,你看它就已经旋转过来了 好,而且它不会超过荧幕的边缘 你看这一条线就是电视安全框 它保证所有的画面都在电视安全框之内 当然如果你觉得大小你不是很满意 或者你并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你还是一样可以透过这些控制点 如果你有仔细看过潘老师的教学 这些控制点是可以调整大小的 来,我们来试着调调看 我觉得不要啦 哎呦,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我跳大一点 好,你看 跳 按住 往下来拉 跳大一点 好,这样正好 吃到电视安全框 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危险 我会建议你就这样 就这样就好了 比较安全一点 哎,潘老师你看 那这个边 你看我现在头向这边呢 难道只能转 也就是说我从这边是向右转 顺时折恩旋转 难道不能够改变其他方向吗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回到第一个 来看第一个媒体工房 我们看到 好,我们会切换回到媒体工房 我们讲过要修改特效 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教学 就讲,有讲过 你要修改特效 一样第一点它 第二你看 这边有两个字 特效 按这里去修改特效 好,按下去 你看现在就是只有一个叫做旋转画面 对不对 只有一个旋转画面 那你看这边角度是多少 90度 显然你只要按这里 下拉式选单 去修改就可以了 好,如果我们不要旋转90度 我们要旋转720度 好,180度就是颠倒了 720度 你看 图示 现在潘老师的头变成改向左边 有没有 本来头在这边 好,这样就可以控制你旋转的角度 那当然它就是这些转都是转正好的角度 显然没有其他的选项可以 那当你不要这个旋转效果的时候 还是一样记得把打勾取消 这样这个特效就消失了 好,或者我之前也讲过 特效消失 你再把它勾回来它还是在哦 如果你完完全全要消失怎么办 点它,然后按这个减号 它就可以移除 看到没 选择这个减号 它就会移除这个效果 好,这个都是跟特效相关的 这个潘老师教学以前有教过 好,这样就没有了 这是使用特效的方法来做旋转画面 希望配合上一次的这个 用修改 今天我们用特效 希望两个方法都对大家有帮助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拜拜